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把水汽带进来 经过陆地地形的抬升作用 降雨的状况就落在南 高 平 沿海地区 都有局部的阵雨 所以你可以注意 雨的部分到了山区部分 就变得更少 下午以后要注意的就是在于 山区的部分会有局部的午后的雷阵雨发生 所以你如果在下午的时候 在山区啪啪噪的朋友要注意 会起雾龙雾 另外伴随着会有打雷的现象 西边细水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 当上游已经乌云密布的时候 下游吸水都有暴涨的可能性 所以要提醒雾龙的朋友在西边工作 下午要注意了 我们来看雷达了 雷达上面呈现出来的水汽移动 可以看到这张最新的雷达上 可以看到在这个嘉义以南地区 都有一些对流云层的发展 因为最重要是西南风 把海面上的水汽带进了台湾的陆地了 所以使得在南台湾 刚好跟这个西南风场 成一个垂直的地形 所以江雨状况主要都在云林以南 而在彰化以北地区的云层量虽然多 可是雨的部分倒没下 风的部分倒是偏强 沿海的阵风都有在五级左右 到六级的阵风 接着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先来注意到北方 这里是封面带 封面已经下不来了 我们的梅雨季已经要结束了 可是我们的水库是缺水的 这部分还是蛮严峻的状况 因为最重要 我们台湾最重要的两个水来源 第一个是梅雨 第二个就是台风来注意这个晴朗区块 这里就是太平洋高压的范围 高压势力已经逐渐的伸展到 我们台湾的东南方了 可是在高压前缘 我们现在因为在西南风场的关系 所以海面上的水气在带进来的时候 十二就会有些震雨的状况出现 接着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了 这样的天气形态 目前来看的话 太平洋高压会慢慢的往西伸展 所以在今天一直到礼拜五的时候 南部地区十二有震雨 北部地区炎热的天气 封面云带将会慢慢的再往北抬升 等到这个周休假期 太平洋高压刚好就到了 我们台湾的东南方的海面的时候 我们的降雨就开始要减少了 只剩下零星的我后震雨 所以周休假期山区爬爬灶 要注意的就只有三八喉 平地都是属于高温而炎热 来看温度了 先注意到温度状况 在北部地区天气状况来说 晴朗之下温度高 台北今天已经到了35.6 等一下两点之前温度 还有机会往上再上升 而到了中部地区33度 震雨状况是零星的 最主要偏向于中午以后 南台湾的降雨相对的多一些 东半部地区只有云层多 外岛地区零星降雨 还是要提醒大家下午局部震雨 行车方面要小心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晚安 空农 农想 给我们订阅